本地新增383起冠病例 当中一人是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 累计病例达到了32343起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本地新增的383起确诊病例 绝大多数是居住在客公宿舍的工作准证持有者 卫生部表示新增病例较少 部分原因是进行的检测次数减少 卫生部今晚将公布更多的病例详情